旅歐的排球選手 人稱的光頭選舉 黃培鴻 來到節目現場 主持人好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一直能夠跟歐洲有接觸 最主要的關鍵是 在大概三年前 有一個巴西級的洋將 他來台灣打 排球企業聯賽 透過一位朋友關係 我們就跟他有聊到說 我們有旅外的這個想法 那是不是能接種他 以前在歐洲有待過 歐洲的一些球隊的經驗 來幫我們推 就是看能不能聯繫一些 歐洲球隊 怎麼會想說去歐洲 像說世界上最大的一個 杯賽就是歐冠杯 就有點像足球賽那樣 他到最後都是各個國家的職業隊 去競爭 他們是本來就傳統強隊嗎 你去義大利這個球隊 他已經到今年有46年的歷史了 那他一直都是培養新球員 或是說有潛力的球員 最著名這樣 這個球隊今年蠻有野心的 請了蠻多蠻知名的球員 像是美國隊的自由 美國國家隊的自由 然後今年世界南排聯賽 冠軍隊法國隊的籃中 還有以前 以前義大利國家隊隊長 Savani 還有一個比較 話題性比較高的就是 日本的Ishikawa 超級球星 他們真的是找很多外援喔 超很多啊 今年超蠻多 他們沒有限制嗎 其實有限制 一個隊只能有四張Visa 就是歐盟以外國家的人 就要拿那個Visa 如果說歐洲跟亞洲來比的話 你的球風的差異性會在哪裡 我覺得最大的差異是 亞洲比較傳統的觀念是 追求技術上面的 優美的這種表現 優美 對所以大家會說 亞洲球員的動作比較細膩一點 尤其像日本啊韓國 那歐美的球員 他們就可能比較大啦啦一點 我們會開玩笑說歐美有些球員長得很醜 但他並不是真的醜 所以他動作很醜 動作不太協調 好像不太協調 他就是有辦法得分 他們講求的是效率 而不是說你的動作表現要怎麼樣 以未來性來講的話 你對於就是說排球現況 應該需要怎麼樣子的發展 我覺得最主要的最重要的 最關鍵問題就是分工 因為目前是協會他 主導所有的事情 例如說聯賽好了 他發球員薪水啊 零選球員啊 各個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是由協會這邊來做主導 來做下指令 比目前協會這麼 這麼少人力的狀況下 人力太少 事情絕對沒辦法做好 讓多一點人來分攤這些 這些業務 那麼多新的idea也會進來 您這次的旅歐的一個發展 會不會有些學弟妹 開始去問你就是說 那邊的發展 我就是可以循著這個路去走這樣子 過去這段時間 其實有一兩個學弟妹有來問過 我覺得很多還是現實上面的考量 我覺得就是我自己先做 自己先完成自己想要的目標 那如果他們有這個想法 有跟我一樣的想法 也歡迎他們來問我 或者說能夠 我這邊也能夠幫他們找一些 其他的協助這樣子 大家一起完成 這排球員心中的同樣的目標 我覺得就是相信你自己心中的選擇吧 因為常常會有很多外在因素 外在的聲音 去影響你做選擇 最終還是要回到你 自己心裡最真實的聲音 相信自己的能力 那我也要鼓勵 台灣這些球員 你們都很棒 把運動當成一生的職業 這是生命教育 它不只是經濟運動本身 更多精彩內容 請鎖定 幽浮 Sport Show